大家好 今天是8月15日 星期三 股市在反覆當中又再創了8月份的新低 待會再做分析 不過我有少少聲明要先說 近期開始有些我的肖像和我的聲帶 在一些個別的網站建立一些所謂的投資群組 大家真的小心點 我和國施工室是並沒有任何的投資群組 坊間看到的照片和聲帶 全部都是無形的 大家千萬不要介入去 如果誤入了這些投資群組 而招致到損失 和我和國施工室是沒有任何關係 大家記得 看看大市 指數其實不是跌很多 但給人的感覺好像浸浸下限的形態 恒指金組先是低於174點 去到18,599點 之後曾經有少少後秋見過18,745點 但沒有法子再推進 結果在沽壓漸漸漸漸下 跌下多些 指數曾經下午時間一直低見18,513點 相對昨日來說是跌了260點 更重要的是這一刻是創了今個月的新低 8月份直到現在這分鐘過了兩個星期 技術上是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指數是由1號高位20331 跌到今日的低位18,513點 即是今個月的波幅已經有1818點 單單說波幅來說絕對不少 是可以滿足到整個月的要求 但問題是今天才是8月15 8月份還有很多個交易點 期間來說 只要一些不明因素再持續湧現的話 市是會有機會作進一步向下 尋找今個月的新低 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技術上來說 以收市那一刻計 待會不會低收在18,562點 但始終一旦7月24日的低位失手 下一個防守證據點 就要退守到7月7日的低位 18,279 如果再看低一點 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今年全年的低位 18,513 技術上是18,044點 技術上這個防守性的支持很重要 因為今年的市 暫時來說是由1月27的高位22,700 跌到5月31的低位18,044 今年的波幅暫時來說是4,656點 當然是跌的 先不要說升和跌 4,656點波幅是小的 如果今年全年的波幅有6,500點 甚至乎7,000點 那就是說 你不穿頭 事必一定是破腳的 如果破腳到底是哪一處 大家用計算機一計就算得到 再說移動線方面 現在和現值有點拉闊了 因為最低的移動線是十天線 現在大概在19,217點 以現值現在在18,600點 正在計算 相差有超過600點 即是市任何反彈 第一個技術上的阻力 就是心理關口萬9點 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就是十天線 如果指數遲遲不能夠回到十天線路上 即是說 技術上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形態和走勢都持續偏淡 今個月去到月底 會否試到18,0,4,4 我們不知道 但是形態和走勢的確是持續偏淡 不過就這樣 就算8月份不會試到 那9月份又如何呢 10月又如何呢 換句話來說 在不明因素籠罩之下 大家在部署方面最好保守一點點 盡量保留現金 我想是最好的方法 10月份到了 總是被人感覺好像有點不舒服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大家好 今天是8.25 星期二 故事又在反反覆覆 而且恆振指數也在創了這個新地 等一下再做一個分析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段恆振指數先低開174點到18,599點 曾經一度輕輕地上升到18,745點 可是沒有辦法再推進 買盤不足是最主要的原因 還有估盤也不斷地出現 結果到下午大概3點左右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是低限18,513點 相對昨天收視來說 指數是回調260點 而且也創了這個月的新地 好了 這個當然還是一個先高後低 指數還是從1號的高位 所以20331點 反覆回調到今天下午的低位 18,513點 指數是一共回調1818點 1818點的波幅已經不算少了 其實基本上已經可以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問題就是今天才是月中 而且八月份線下還有很多很多個交易點 所以只要有一些歷彈的消息跟事情出現 排局指數還是會進一步往上 創結果的新地的 我們再看一看 今天指數最低是18,513點 也等於說是再度第二次跌圈 7月24號的低位18,562點 現在往下看 第一個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就要退守到7月7號的低位 18,279點 再低一點點就是5月31號的低位 18,044點 這個也是今年暫時全年的低位 很重要的 因為一旦18,044點失守的話 等於說這個今年度的股市 從1月27號的高位 22,700點開始的不斷的下降 還是不斷的往下尋找低位 這個時候比較有一點要小心 因為今年暫時的波幅 叫4,656點 相對來說比較少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大家在布局方面 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暫時來說最低的移動線是10點線 已經跌到19,217點 現在看起來 這個19,217點的10點線 距離現在的指數大概在18,600點 還有600點的距離 等於說好像整個帶勢跟所有平均移動線的距離 已經是越來越遠 這個現場 這個情況應該不太理想的 等於說股市要擺脫不斷往下尋找低位的走勢 就是股市一定要回升到10點線以上 這個是最基本最基本的 要是說做不到這一點的話 就算是8月份不再往下尋找今年的新低 9月份也可能會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任何短線場外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點 所以說到指數暫時不管任何的佈局 18,279點這個支持是很關鍵 因為一旦出手 等於說股市就會嚇死今年的新低 所以任何短線的佈局 大家不要走得太前也不要太大手 最好今年保留現金 當然一部分人就會在兩三百點的幅度裡面 是走來走去的樣子 問題不大的只要投放太多的資金 而且一旦走勢不好的話 就要止算的離場 這個是最重要 好了下午分析就說見 但是那種超重的你是有限大常驚令 因為一旦額過了一天 連 MARK拾個的時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